在我国美丽富饶的关中平原西端 有座美丽的城市 它南依秦岭背靠拢山 西岩渭水 东连奇山 穿越名胜古迹 兴罗旗步 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与民族风情 这里就是我们陕西省宝鸡市的陈仓区 不错 它就是楚汉之争的时候 韩信暗渡陈仓里的陈仓 陈仓 古城西国 市周秦文化的产地战国时期 秦孝公设陈仓县 以陈仓山命名 秦是皇统一六国后 飞封国实行郡县制 而陈仓县则是以国都咸阳 为中心的内史领域 他的出名要源于曾经发生在 他那里的一场战争 出汉之争时 项羽依仗自己强大的兵力 并没有履行 谁先入关中奉谁为王的约定 而是封了先入关的刘邦 自封为西楚霸王 在鸿门宴死里逃生的刘邦 当时听从了张良的计策 从关中回到汉中时 烧毁身后的战道 以表明自己永留汉中的决心 公元前206年 刘邦以韩信为将军 命是兵修复战道 装作从战道出兵进军关中 实际却亲率大军 绕道从陈仓道出兵回到关中 这一战为他日后击败项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陈仓出名的战争不止这一场 公元229年 诸葛亮二次北伐 数万大军却无计可破位 将好招的迁余士兵 最后只得因粮草 用尽仓皇退兵 这大概是诸葛孔明为数不多的败仗之一 也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可是这样发生过 出名战役的陈仓县 却在唐朝中期被改了名字 宝基代替了陈仓 直到近1300年后的2003年的3月 政府撤销宝基县 设立宝基市陈仓区 历史悠久的陈仓才 又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至于为什么改名字 有这样一段传说 在春秋时代 有个陈仓人抓到一只 像羊又像猪的怪兽 于是他准备进献给秦国国君 可是当时却有两个小孩 拦着他不让他这么做 并要他杀了这只怪兽 原因是这只叫做静的怪兽 生下来就吃他的母兽 陈仓在想要杀怪兽的时候 静却告诉他 那两个小孩子是龙凤胎 都叫陈宝 得了男的可以称霸 得了女的可以称王 陈仓人准备抓那两个小孩之时 两个小孩却突然变成了两只神鸟 其中一只飞到了河南南阳 千年以后 转世成了汉光武帝刘秀 而另一只则飞到了陈仓山顶 化为时机 被陈仓人释放了的 竟为了报答他 从此就掩护着时机 在时机的福泽下 陈仓山草木旺盛 周围百姓安居乐意 直到唐智德二年 正知安室之乱 陈仓山神鸡提名 太子李亨听到神鸡名叫之后 连打圣仗 他认为鸡名乃吉兆 遂改陈仓为宝鸡 其实不论是叫陈仓 还是被称作宝鸡 改变不了的 是这里秀丽的风景 和深远的历史文化